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途火车撞到野路 路还活着的 等了两个小时才把它弄出来的 断了一条腿 感觉好可怜哦 有一种票叫青春98kipu 每年春夏冬季会出售 限定的 东京到星期2410就可以坐6个小时了 超级划算 就是很费时间 这个就不具体聊了 有需求想了解的话 欢迎留言咨询哦 星期县是日本有名的月光牌大米的产地 由于生产大米 因此星期的清酒 各种米酒的质量和产量也十分突出 是日本酒的产地之一 从星期县做电车到植江津 大概需要两个半小时 很多人来这里赏花 这里很有名的 在车站门口就有看到樱花 赏花必配的花剑团子 必须要来一份 高田公园位于新西县上月市的中心 建于江湖时代竣工的高田城遗址之上 很多樱花树已经是百年以上了 树干都半枯萎了 还能长出这么漂亮的樱花 不再多地烧公园 远营 三人 二人 五人 一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田公园是日本三代夜莺观赏地之一 广阔的内外护城河沿岸种满了约4万株莺花 在高田城百万人赏莺会期间 设置了约3000个照明点 每到夜晚 连同高田城河周边的4000株樱花一同被照亮 是非常梦幻的场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本身 一 Annie 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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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